半岛电视台女记者遇害一事引发全球瞩目 没想到近日她的葬礼上又发生了这样一幕 据环球网报道 当地时间13日报道 护送光果的巴勒斯坦民众 遭到以色列警察使用警棍和报音弹围殴 导致光果在冲突中一度衰落 以色列警方在一份声明中宣称 因为有暴徒不顾使者家属意愿夺走了光果 在送别游行中引发骚乱 会使葬礼顺利进行 警方才不得不采取了强制措施 最终代表6人 双方再次陷入各执义此的僵局 但阿克利赫官果衰落的那一刻刺痛了众人的心 尤其是他的一些媒体同行们 其前同事在社媒上痛斥道 即使是死了 阿克利赫仍遭到了以色列警察的攻击 这是我此生见过的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之一 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日 在约旦河西岸身亡 他的尸体上面盖着巴勒斯坦国旗和防弹背心 半岛电视台表示 记者西林 阿布 阿克利在巴勒斯坦 捷宁市报道 以色列军对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时被强杀 在5月11日外交部记者会上 半岛电视台记者就这件事向赵立坚提问 赵立坚表示 我们希望有关事件 披法 公正得到处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